嗨 哈喽哈喽 嗨 还在工作啊 哈喽哈喽哈喽 还在听听这么隆重吗 没有我在工作 还在拍戏 好的好的 哈喽金州 哈喽哈喽 哈哈哈好久不见 你们可以先聊一会儿 我们还差一个人 接着万同开 我们正式开始了是吧 开始了 哈喽 哈喽 刚好我们这个六点准时 我们六个人 六边形的战士 我们准时的集结了 所以我们直播也正式的开始 那首先要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反应大家来到我们 奇今朝的六边形战士 集结之夜 直播间的现场 组长 欢迎我们的六边形战士 然后是今天的主持人又名 那我们六位这个六边形战士已经集结了 那今天晚上六点 我们是正式的能够看到哈 各位的奇今朝 但是如果是会员的话呢 中午十二点就已经可以看了 刚才我们的弹幕上面呢 已经有很多的小伙伴说 他们都已经提前看过了 所以今天晚上呢 我们就要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 那既然这样的话呢 我们先请六位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好不好 我们先从 这边都是什么啊 哈哈哈 你看后面都飘出来一个人 哇 人形立牌都来了 还有人形立牌 来吧 我们从许凯开始吧 跟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大家好 我是许凯 然后我在奇今朝里面饰演的是热血少年那个月今朝 然后还有我的就是还有一个角色就是扁乐环 然后今朝呢是齐的哥哥 然后扁乐环呢是齐的师傅 嗯 所以也可以看出你的身份了 后面什么六届什么六届福星啊扁乐环 哈哈 两个人同框了哈 今天在这边同框了 来我们欢迎许凯 接下来我们请开的书欣 跟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大家好 我是于书欣 在奇今朝中饰演可可爱爱的暴力萝莉乐棋 也是鸡蛋面的终食爱好专 嗯 怎么了 哈哈哈 怎么了 哈哈哈 大家要关爱一下书欣妹妹 好的 欢迎书欣 然后 是这个可可爱爱的阿琪 对不对 今天大家都看到了前几集哈 有非常可爱的表现 我们再期待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请欣博 跟大家打个招呼 介绍一下自己的角色 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傅欣博 我在里面饰演的千年狼妖贤青 引擎前辈 好 接下来我们请万鹏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哈喽大家好 我是万鹏 在奇心招里面饰演的是一心直强 除强俯弱 让我的家族 呃 呃 让我的洛家家族名羊天下的洛招言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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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 我是白宾可 在奇心招中饰演时而高冷 时而毒蛇的与青山弟子明秀 欢迎 来我们请 哈喽大家好 我叫 叫周丽杰 饰演的是 在在奇心招中饰演的是 居十方 他是一个梦想成为大英雄的机关 白蛋 十方便 欢迎 欢迎我们的六边形战士 然后我们今天是 蜡巴节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 祝大家蜡巴节快乐 一定要吃这个蜡巴粥 然后记得来看我们的奇心招 对不对 看了我们的奇心招 我们的这个 金招琴棋 就可以 护大家周全 好不好 所以我们在蜡巴节跟大家见面 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开端 那刚才大家也跟各位介绍了 介绍了一下自己的这个角色 那其实也都听到了 有些是分是两个角色 对不对 然后有些人是有一些 比较复杂的绅士 所以呢 我们通过每个人的这个角色的名字 也好好的跟大家来说一下 他们的背景故事 让我们观众朋友们更好的来了解 你们的这部剧跟你们的角色 好不好 我们来详细的解读一下 好 好吧 名字是吗 那个 其实《月经招》它是《扁乐环》的一部分 那么 而且它的名字也是《扁乐环》起的 越过 超越过去一切自今日时 以后你的名字就叫《月经招》了 然后呢 这也是开启了一个新的一个江湖人生 然后也是寄予了一种美好的一个祝愿 对的 嗯 所以这个是金招名字的由来哈 来 接下来我们听一听 舒欣 《月旗》的旗代表祈福祈祷 也是她母亲对她很美好的一个祝愿 然后《月气》她也是有个谐音 《月气》 就是《月气》 然后她的母亲叫《祝雨》也是一种《月气》嘛 好的那接下来 辛伯跟大家说一下你的角色 贤亲 贤亲就是 人如其名嘛 就是 比较 自由自在 然后总结八个字就是 与我无关 与你无关 然后比较贤亲雅致 向往自由 一个比较自由的人 有贤亲雅致的人 为什么在你家书的时候 徐凯在他偷笑 徐凯你在笑什么 红母鸡 红母鸡 好久没见包子了 好久没见了 好久没见了 对好久没见了 我也快去恒店了 对 对 对 二月底吧 笑起了家常可还行 我们一会慢慢闹 来吧 看童来说一下 你这个角色名字的由来 有什么背景故事吗 嗯 洛昭妍嘛 他就是作为洛家家主 一言九鼎的 有一个光明和正直所在 而且这个角色呢 他本身里面有很强的那种 家族使命感嘛 还有那种远大的抱负 所以他的名字就是希望 他的洛家能扬名天下的 一个意思 洛昭妍嘛 嗯 而且我们看到了就是前几集 是一个女扮男装的 这个装扮出现的 对不对 我记得就是 舒心还有去玩你的手啊 跟你贴贴 然后讲了一些非常可爱的话 所以我想问一下 你们拍那场戏的时候 有没有被 舒心的这种温柔的贴贴 给打动到 哦他太可爱了吧 不要太可爱 打动了呢 好可爱 你们女孩子在现场拍戏的时候 经常会有这种可爱的贴贴 跟可爱的互动嘛 因为刚才我们在聊 舒心跟万鹏 在戏里头的那个温柔的贴贴 你突然之间就黑屏了 我想说 嗯 是不是 今朝就速倒了 小心 我这里没有卡过 我全程都在 好的 舒心 舒心为什么你后面的这个东西 我自己经常会往下倒 你拍那个戏的时候 我们看花絮也是 花瓶就往下倒 被迷倒了 哦主持人已经看过我们的花絮了 哇你好会 没说话啊 非常非常坏坏的给我换了位置 哈哈哈 历姐好会说话 说都是被舒心给迷倒的 对被迷倒了 可爱倒了 哦好好好 那我们继续听一听 冰可 到哪了 对到冰可了 说到哪了 说明秀的名字的由来 有什么背景故事 明秀 明秀的名字呢 就是 你说的秀这个字 其实是很多女生 名字中都会有的一个字嘛 但是其实明秀的这个秀呢 会还有一个别的意思 就是代表了秀品 就是说 他虽然很精致很完美 但是呢 也缺乏了一丝生机 其实就跟明秀这个人一样 跟他的经历有关 从小经历了一些变故 所以他会比同龄人更加的沉稳 就是经历年纪更大一点 哦 因为他经历过一些 这个跟同龄人不一样的故事 所以他相对来说更成熟一些 对 好 这个是明秀 那接下来我们听一下 历姐 你的角色的名字 居十方这个名字 其实十方就是代表十方天地嘛 然后父母希望他能够走遍十方天地 海阔天空的意思 一居之内人可见十方天地 好棒啊 自己给自己鼓掌开心 这孩子 很好 对 我觉得每个人的名字呢 其实都有特别美好的寓意 而且也都有这个 我们这个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的这个祝福在里面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他们的这个名字的由来 继续的去来看他们每一个人的成长的故事 所以刚才我们了解他们的名字哈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跟大家来玩一个游戏 但是游戏之前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提醒招作为2024腾讯开年大剧呢 今天晚上18点在腾讯视频播出 那SVIP会呃会员是限时福利大放送 额外的想提前看的权益 会员更新日提前6个小时解锁正片 所以如果你想提前看的话 就一定要去冲我们的会员 怎么万鹏我念广告的时候你怎么离开了 万鹏怎么回事 你是我们的会员吗 今天可以选择广告跳过这条 回来了 万鹏那是我们的SVIP 我一念广告他就可以直接跳过 好了 那接下来呢 好吗 我们就要来进行一个这个喜奇洋洋的热场 我们每个人需要用这个带有奇经招当中的任意一个字 然后来说一句吉祥话送给我们的网友朋友们 好吗 因为今天刚好有些喇叭节 然后又是2024年 刚开年 所以我们也希望可以送一些祝福给网友们 我们从开开开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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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字 好久不见 非常想念那段和大家一起其乐融融的美好日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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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刚才你们在拍这部剧的时候应该是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对不对 对呀 我们都是玩的都很欢快 我们经常聚在一起聚餐呀 吃饭呀 然后开玩笑呀 做小游戏呀 嗯 所以你们聚餐都吃什么 吃鸡蛋面吗 还是吃什么其他东西 我觉得那个闲听前辈会带着我们组织我们吃火锅 然后金章呢 会给我们准备很多大闸蟹 我们就狂炫大闸蟹 你记不记得 哈哈哈哈 我吃的很好 又有火锅又有大闸蟹啊 每天都有人同意吗 是的 嗯 我说你们剧组每天都有人投喂你们吃好吃的东西吗 哎 好吃的确实很多我们 平常吃好吃的 我在说什么哈哈哈哈 有时候粥饭也一起吃的 好的 我们看了出来他们确实 关系还蛮不错的 一会儿我们好好展开来聊一聊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 辛苦了 哈哈哈哈 啊 请送祝福 卡了吗 到我了吗 哦好了 对到你了 啊那个那个 今朝有酒今朝醉 今朝有酒今朝醉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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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要自由 对不对 要乐在其中 哎 非常符合人的人设 那万鹏呢 啊 就 就 就新的一年 祝大家旗开得胜 生活越来越精彩 然后好运也越来越旺 哦 哦 哦 非常现代 很好的一个祝福 接下来我们看看 冰可啊 有什么样的祝福 嗯 那就 在这个其乐无穷的时刻 祝大家越来越好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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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的期间当中 找到更多的快乐 最后我们请丽杰来说一下 你今朝开播了 我会今朝举大旗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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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可以这个好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仪式感满满 大旗 我相信大家看完 卡了吗 又卡了吗 ok吧 好的 我们 大家看完我们的奇经招之后呢 一定会为我们的这个 奇经招来举大旗的 好应该后面还有很多精彩的这个剧集要剧情要等待着大家 所以刚才大家都送出了这个美好的祝福 那今年是龙年呢 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这个龙行蛋蛋 然后我们的热度呢也可以越来越高 那马上要过我们的 龙龙历的龙年 哇这有点奥口 农历的龙年 对所以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过年的话聚在一起你们会推荐什么样的美食给我们看直播的小伙伴 来分享 后年的时候你们觉得会推荐什么美食 我推荐 我先推荐对吧 不会是大拿鞋吧 不会这么好猜吧 我就跟咱们剧有关的吧 我推荐一个醋吧 因为 月经招他其实是老吃那个扁乐环的醋 然后 然后 就会 我看网友调侃也很有意思就是说会那个 自己吃自己的醋 所以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 我就想推荐给大家吃醋 推荐大家过年的时候吃醋 我以为你会推荐汉堡呢 Thank you 哈哈哈 你会推荐什么 你推荐鸡蛋面对不对 我推荐 嗯 我有很多喜欢吃的就是过年会 所以 八宝饭 然后我喜欢吃锅贴还有生煎 还有肥牛 也可以 各种各样的面条 不只是鸡蛋面也推荐给大家 不行 你这说的全是 碳水 全是高碳水 你平时真的能吃这么多碳水吗 过年的话我会多吃一点 过年的时候可以 可以让自己放放纵一下 可以呀 哎 所以有面有锅贴对不对 还有一些八宝饭都是甜的一些 呃 比较甜甜蜜蜜的东西 嗯 好 这个是舒欣推荐给大家的 徐凯推荐给大家的是醋 好 哈哈哈 星伯你会推荐什么给大家吃 有什么美食 呃 我是西安人 推荐大家肉夹馍吧 内有乾坤经济实惠 嗯 没得说 这个这个 这个 明了 哎 这个一听哎 真的是口水都开始分泌了 非常的好吃 安鹏你会推荐什么美食给大家 那我是河南人 我就推荐胡辣汤了 哈哈哈 哈哈哈 那我想 骆招岩的话 就比较喜欢吃那个盐焗鸡 也挺好吃的 就这两个就是 嗯 可以配一配 盐焗鸡 配着胡辣汤 哎 有味道 哈哈 都蛮重口的 可以 有味道 嗯 宁可呢 那我推荐一个跟剧里有关的吧 我推荐一个 跟明秀有关系的 推荐一个鲜花饼 啊 就是剧中呢 木槿花对明秀来说是 意义非凡的 所以给大家推荐一下鲜花饼 到时候大家可以去剧中也看一下 为什么 木槿花对明秀来说意义非凡 大家去探一探究竟 还给大家留了一个包袱哈 为什么呢 大家自己去 去追剧吧 好我们就不剧透它 一姐 你可以推荐什么呢 那我也推荐一个跟剧里有关系的吧 我推荐的也是跟我的角色有关系的 因为 石方有一个机关兽叫豆包 那我就推荐一个年豆包 年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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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啊很好吃 年豆包是 是北方的这个 是哈尔滨的美食吧 对不对 对 年豆包 对 是吧 最近尔滨很火 所以大家也会在重点的时候去吃一下这个豆包 年豆包 好 那 每个人都给大家这个推荐的美食 然后也给大家说了这个吉祥话 所以呢 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呢 还会有很多的这个福利要送给大家 然后 包括 接下来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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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节 这个环节名字叫做 齐 齐前路透 有一些 可以提前跟大家路透的一些高光的名场面 名片段 然后每个人呢可以来选一下 你们一共六个人 然后每个人呢可以选择一个数字 我们看一下这个数字背后有什么样的名场面 需要 请各位在现场给大家来还原一下好不好 好 好 这样吧 那我选 我选三吧 因为三是那个三个嘛 别罗环 我帮他选一次 你都挺快的 你看 欣欣刚说好 还想说要不要女士优先 你都说好 那我选三 哈哈哈 我已经说三咯 不能选三咯 那那女士优先 你先选 哈哈 我选五 先选五 哎 我来看一下五是什么 哎五是这个 还原 岳琪被多重捏脸的名场面 哎我这里好像 有有有片段 我给大家放一下 要不然 我怕还没 对要捏脸 嗯 哦 他等一下哦 他等一下哦 啊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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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他把人捏都可丑了 一点都不可爱 哈哈哈 嗯 这看为什么 为什么要把人捏丑 捏丑 哈哈哈就好玩吧 其实就把他脸拉得很大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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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很可爱的 这个是 嗯 那要不然 那我们 我们现在怎么捏 他只能捏到一边呢 那 他为什么能捏到一边 因为你在他的 对你在他的左边 星伯在你的右边 你就捏他的那一边脸 对 三二一捏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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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一点 哈哈哈 我自己捏的 哈哈哈 轻一点 可以了可以了 好像啊 好可爱啊 太可爱了 哇 好好刻 好捧场啊 谢谢大家 也没那么可爱 啊 真的 哎 他那么可爱 徐凯你怎么忍得忍心的 这么去捏他的脸 这样这样也很可爱啊 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 老回路不一样 我觉得这样很可爱 所以大家刚看到好那个那个片段 我们现场也是给大家神还原了 见真的就跟这个手伸过去捏他一样 接下来那好吧 那就去凯凯凯你你你选的三是吧 对对对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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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三来 这个 还原乐企拖脸 眨眼卖萌剧情 对对对 眨眼卖萌剧情 眨眼卖萌剧情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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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啊 哈哈哈 然后你要说那个 欣欣你教他一下 你要那个哦 好难哦 你随便发挥吧 你不是最会了吗 我会这些 哈哈哈 哎说起了一些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实 你认错人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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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哎说起了一些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实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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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心你觉得 凯凯有还原到他那个 有还原到你的精髓 我还没有发挥出他的潜能 他有更多的绝技 你要不要跟他 对你提醒他一下他应该怎么做 哦 我说其他的啦 不只是一个拖脸的 以后有机会 现下的话 可以让他多表演一些 我现在其实很高冷的一个人 他还会 他会吸肥肉大法 哈哈哈 你记得吗 打开说说 打开说说 他会吸肥肉大法 哈哈哈 你不要 你不要战术性吃东西了 肥肉大法是什么 我们想听一下 各种各样的这种 就是小东西 你们可以多问他 或者让金珊好好回忆一下 我们在我们在剧里面的时候不是 你都你都有很多这样子的 其他是之前是没机会 现在终于轮到我跟你做俊宣了 我要把你的面部撕开 哈哈哈 现在脱离出来就很少说那些话了 哈哈哈 哈哈哈 你都说得出口 哈哈哈 所以今天我们能看到吗 我们有幸可以在 八节这天 看到你的吸肥肉大法吗 哈哈哈 哈哈哈 其实就是 气氛组搞起来 气氛组搞起来 哦来来来快快快上看 想看 天呐好期待哦 快快快快 快快 就是玩就是就是调侃 说一些很幼稚的话呀 什么什么在现场 因为要两兄妹嘛 其实不想那么的一直就是会比较闷的 就是就我们觉得很苦 就是觉得这个角色太不容易了 经历的太苦了 然后我们就一喊咖的时候 我们在戏外就想给自己添加点乐趣 要不然一一开拍我们就心事重平的 嗯对 哎那个啊对 陆星和万婆都已经笑出框了 看你一本 好好好 好好好 好好好来 好啦那我们就 我们等了有机会吧 我们看一看我们的热度破多少的话 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够看到 凯凯来解锁其他的这个 我们看不到的技能好不好 不是觉得要不热度破多少时候 就这样 记着 我要稀开表演吸肥肉大法 哈哈哈 我好期待 哈哈哈 怎么表现 真的 真的好期待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大法 我不知道 对 所以好像 只有小处部分人看见了 我们也希望更多人可以看见 你的这个大法 我们热度直破 破破破 一会儿来立FLAG吧 我们一会儿有一个这个立FLAG的环节 看看能不能给大家送福利 来吧 那接下来 贤亲 辛伯 我在六人里面算是前辈 我选一 你选一 一 ok 一 现场 复刻变狼人 狼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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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个动作 狼变人 狼变人 我有点记不住了 当时有给我 你那动作多丁点呀 就喜欢这 什么动作 是 扒拉人 扒拉人吗 不是 他有一个甩袖子的动作 这样一变 他就变成那个狼了 哦 能给我们来一下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样往前扑了一下 是不是 是吧 是吧 是是是 因为那场戏我忍记不住了 因为那场戏好像是要保护 那个万鹏保护座赵燕这样 所以那场戏 就是有什么台词之类的吗 可以稍微完整一点 要不然好安静了 那个那个 我跟他说 我好像第一次当着他面 跟他说我是狼 腰 对对对 确实 对对 变得特别好 特别狼特特特别棒 特别有保护欲 特别 我想说特别腰呢 特别狼 特别狼 现场能现场能来一下吗 说完那句台词之后 然后 把那个动作接上 好不好 啊 那 嗯 我是什么词来着 我以后我想一下 我的词是 嗯 什么来着 招言 许看 可以笑的再大声一点 我都听见了 没事 来 各位我来看你表演一下啊 3 2 1 Action 周延我是狼腰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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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外国的狼是吗 什么东西啊 怎么变成这样 哈哈哈哈 我不接受这样的狼腰 有点 这个狼腰 这就是原来 这就是万鹏喜欢的特别狼哦 哈哈哈 哈哈哈 你喜欢的好独特哦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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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是掉那个人 战术 狼 战术已经喝水了 来来来来 我们下一个 万鹏选一个 选一个 我 我选个 他选一 我选二 你选二 二 嗯 来看一下 是这个 对应剧中 你这么强啊 把贤亲认错成狗的剧情 现场演绎哄他开心 我一下 哈哈哈 哎 这个也有片段好像 我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片段还打满菜座的感觉 哈哈哈 哈哈哈 弹出来了一个 对方光 有点短吗 我再放一次 所以你真的是这只哈士奇啊 哈哈 哈哈 这是我们 哈哈 哈哈哈 来吧 还原一下这个 错把贤亲当成狗的名场面 这个 这个 这 还得哄开心 这个 嗯 这 可以自己加词 可以自己加词 可以自己加词啊 不一定要完全按照这个来 因为这个是没有台词 我不会了 原来这是你们的门道 哈哈哈 哈哈哈 你们的生活交流方式原来就是这样的哈 是不是 饭 哈 哈哈哈 你这是 还应该 哈哈哈 娃娃笑了笑了笑的好好好 好 可以那笑了笑了算过关笑了算过关 接下来冰可,你要选哪个数字? 还剩哪个来着大家选着啥 还剩5、6 那选6吧 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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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就是这个还原剧中名秀出场暴凶的姿势 暴凶是这样吗 是 有这个画面给大家看一下 出场吗 你不是跟士叔一起出场了吗 嗯 所以 哇 哇 我可以 这个 这个 这个要怎么还原 有点安静 有点安静 就这样吗 是这样吗 然后 报出自己的名字 你做个那种传绣 你自己飘过来 是这样吗 等一下 等一下 做的那种传绣 这样 等一下 别动 等一下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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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奶奶好 哇 谢谢 谢谢 这个太为难了 今天就是吊着威亚出来的 现场 要让她还原 真的 那最后 就只有 只剩下5了 厉杰 哎 我我是 哎 是我选的 你是 我是最精选的 像4的是不是 还原剧中这个金石方 看一个表情 你看一下 他生气了 哈哈哈哈 哎 退出了 怎么了 他不想模仿 完了 他不想玩这个游戏 你去了 哈哈哈哈 这么着急 他是去追剧了吗 不想跟我们连线了吗 直接退播 来 稍等稍等 我来看一下 看一看他有没有连进来 他是不是没电了手机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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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肥四 你好好久不见 是吗 哈哈哈哈 好久不见啊 你去哪了 你去哪了 出了 不知道为什么 那我让你看一下 你的这个 害羞表情哈 看一下 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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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鞋鞋 哪里 哪里 还要多谢鞋鞋 方才的帮助才是 他们根本是怎么模仿的呀 他们刚才是 按照自己的这个 感受 还原了下自己的这个片段 所以 你的这个片段是害羞的 表情 表情包 你也可以有自己的理解 然后现场来给我还原 好 在下 居 居巧 堂堂主之类 嘿嘿嘿 哈哈 哈哈哈哈 好笑 可以可以可以 好好好 大家都是 很捧场 你在哪啊 石方 石方你在哪啊 蜜姐 你在北京 我们过几天见面了 不是我知道你在北京家里吗 啊在在公司 我就说你这好办公室啊 你这风格后面 又有什么布 什么那些的 在机器 啊 周总 聊完了吗 聊完了吗 两位 那我们继续喽 好 好 刚才 我们通过一些这个片段 也提前 小小的 看了一些哈 后面我们还没有播的一些 高光的场面呢 或者是一些片段 所以呢 呃 接下来呢 我们要回答一些 网友比较关心的问题 然后邀请我们的六边形的战士 来回答一下 好 嗯 第一个问题 有网友问说 谁和剧中的角色最接近 哎你们可以来回想一下 你们觉得谁跟剧中的角色最接近 十方吧 十方 十方 都挺贴切的 除了我 哈哈 你也很贴啊 都很贴 我感觉 没有 我那只是我的一面 我本人更加的百变 哈哈 哈哈哈 哎 毛好好好 哎 其实比较没有OS的 他会用那种补刀的 我说话都要经过三次 真的有吗 有啊 嗯 所以我们只看到了星星子的一面 在剧当中 嗯 那你们你们觉得谁谁最接近啊 乃开觉得是十方是吧 对 为什么 为什么 是 嗯 可爱吗 我头啊 你组织一下 他他真的很像 哦 不管是动漫啊 那个游戏里的人物 然后还是现实中这种感觉 他拿捏都很好 哎 谢谢 现实中人物他拿捏的很好 哈哈哈哈哈哈哈 他演这种 哎 你看你说你说 这个特别可爱 啊 因为他 在现场 正常很多跟凯哥搭戏的时候 凯哥也会 比如说 给我提一些建议什么的 就是更加的让我少年感一些 对 因为我们两个人的戏特别多 所以那俩对手戏还蛮多的 能看到他最本真的一面 其他人呢 还有觉得谁跟角色比较贴 好像老师 不是我觉得我们每一个角色 和演员本人都是有 相似之处的 比如说金昭他就和凯哥 凯哥 凯哥呢 他就有一样的少年感啊 然后很活泼啊 然后有时候鬼点子很多啊 然后我的话跟月琪的心里也有 像他也看到了 贤亲前辈呢和那个 伯哥 他们都有一种很淡雅 然后本人就是很chill的那种感受 对吧 你们俩都是那种很chill的 然后张妍呢就是 是有一种 也有一种就是女孩子中的 那种英气的感觉 然后呢 那个明秀姐和那个 冰壳也是 他们俩都是很有气质 然后就是很典雅的那种感觉 十方和那个历劫就是他们都是比较憨憨的 然后做事也很执着很认真 鼓个掌吧 家人们 好 好 好 这波走得也非常好 这都好啊 就一起做 看食堂 好 总觉得太好了 柯代表 柯代表请喝水 我觉得你嗓子有点雅 请喝水 嗯 这说的是用心了 真的 嗯 那六文 那我们来问第二题吧 这一题我觉得非常完美了 第二题 呃有网友问说 谁是剧组的大卫王 请回答 金招吧 感觉是这两个都有一点 我感觉是好 我是吧 这两个 金招从 就是 他一戒边就会说猪吃什么 然后给我说 喂 哈哈哈哈哈哈 你在问吃什么吃什么 又饿了 你模仿的好像了 哈哈哈哈 呃 他的语气是很像 哎 吃粥吃什么 哈哈哈哈 所以每天他到现场第一句话 就是问中午吃什么 对啊 他讲哎 吃粥吃什么 又饿了 很像 很像卖兜 好 所以 所以今招是 大卫王 第三题 这个今招 对其 随地大小捏 所以想问一下 书星 拍完这部戏之后 你的脸 有没有被捏 宽 嗯 嗯 当下可能会有点了 晚上回去再把他惹弄 按一下的话 就会进去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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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也是刚才就是开开跟大家说到了就是拍这个戏的时候就觉得很可爱你觉得捏他脸很可爱 所以有很多这个捏脸的戏所以接下来还有很多很可爱的捏脸的这个画面大家可以去看 所以他原著当中那个动画里就是今招就会经常捏齐的脸他们是他们一个之间标志性的一个动作其实我们也是就是那个动画想去尽可能的还原嘛 嗯对对很好的 欢迎了这个非常有爱的一个互动 哎 那 第四题 有人说齐今招徐凯和余书星 两人演出了三角恋 对此两位怎么回复 哦好像记者 哈哈哈哈 说你们三角恋 嗯 今招来回答 我觉得他们三个人 过好过好日子比什么都强 哈哈哈 给齐可数大了 好 齐满意吗 这个回答 不满意 哇 这个好不容易想到的啊 哈哈 哦这是 这是原来是你讲的一个笑话 是不是啊 哈哈哈哈 完了 你讲一个 让我听一下你的看法 没想这个包裹 舒青你说一个 嗯 他们说两个人演出了三角恋 也就是我和别洛环还有那个今招三个人之间的纠葛嘛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讲太多 都让观众去 去距离看吧 大家都会有自己的见解的 你才是你才是闲心吧 你真的好拱啊 哈哈哈 说这么观的话 是不是好 哈哈哈 什么叫观的话 观的话 是什么话 我都是真实的在回答大家的问题 好 好 行 我们信了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啊 预告当中我们看到六兵行战队这个团战很燃 所以想问一下各位在剧中的打戏打得过瘾吗 对有很多打戏 首先 我认为是很过瘾的 然后所有的主创啊都很辛苦 然后武行啊还有所有的主演导演 大家道具啊都在熬夜 任务官方 哈哈哈 我说你啊你要这么说是吗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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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其实打戏 挺过瘾的 就大家打戏都很多 然后 拍的默契度也很高 对 嗯 而且我们知道 这次是说是第一次在室外调威亚是吧 哦 是对其实这部剧是我第一次接触就是武打戏比较多的 算是我的武打戏比萌剧了 我觉得还是有挺多挺特别的体验的 而且赵衍我记得当时他拿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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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櫃 然后也耍的满男的话题给到你 哈哈哈 哈哈哈 在现场大家都非常的帮助我 因为有的时候是 我我可能有点小支 但那个刀又很大 因为每次架的很搞笑 但是他们就是会在旁边给我加油鼓励 哈哈哈 对 对 对 嘲笑中带着一些加油和鼓励 并且也会教教我 嗯 所以贤卿 贤卿是有有教你 但是还是夹杂了一些嘲笑是吗 哈哈哈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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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管很认真很认真大家都很认真 但贤卿应该是比较飘逸的角色 是不是吊威亚吊的也挺多 我好像 就是比较轻松一点可能都是仙术会多一点 嗯 对对对不像他们可能都有武器但我没有什么武器 所以就不太需要去太多的这样的动作 嗯 嗯 宾可呢 嗯 我也是这部戏是第一次接触就是武打 就感觉打开了新世界大门 感觉特别有意思 嗯 觉得挺过瘾的 厉杰呢厉杰打戏多吗 嗯 我的打势可能就是被打多一点 就是我 我一出场就被受传给扔到水里 反复的 浸泡 啊 就是 对 然后可能我那个机关熊就是操控的手势会比较多一点 然后自己设计 你们知道我跟时方 我跟时方在拍打戏的时候我有多崩溃吗 嗯 就是我拿着那个针啊 双刀趴趴趴趴一直在砍打得满身大汗 头套一直开一直沾 你知道我回头看时方在干嘛 拿那个木 像那个 PSP一样啊 就拿上个游戏机一样真的 哈哈哈哈 你不要破洞包吧 特效 他全是特效 机关熊那些特效 哈哈 哈哈哈哈 他就五分钟补个特写 哈哈哈哈 我打两个 有没有说的这么的直白吧 哈哈 我也想当直播了 哈哈 荆州多少有些有点心理不平衡 哈哈 但是我们也看到这历劫确实也蛮辛苦的 因为刚才说到这个被被摁在水里摩擦对不对 是被踩到那个泥水当中 我们在预告片里好像也看到了那个画面 对 泥水是后面的具体 就是咱就可以先不了 啊好 那就先不剧透了 嗯 我们就下一个问题 这部剧让你们感到最然的台词或者场面 你们能一下子就说出来吗 能啊我的就是那个约金焦的名字啊 超越过去一切自今日识 哦 偷口啊 说是有吗 哦 我觉得我燃的场面蛮多了啦 就是还没有播出来 我觉得有让我挺感动的一句话 就是在最近的预告中有就是说我所有的记忆都是和金焦一起的 他不在了 我的记忆也没有意义 这一句我觉得还是在整部剧当中挺戳我的一句台词 很感人 嗯 嗯 对 很感人的一个一个台词 然后 辛伯 辛伯你刚才是不是把头探出去抄了一下答案 哈哈哈 就就都就这样都没有抄到 都没抄到 我有点 我有点记不起来 哈哈哈 我记得比较印象深刻的好像是 是 我记得印象深刻的好像是是是 那是关于小招言的吧 因为贤亲前辈在对 小招言 然后就开始是说一句话 哈哈哈 你写的好像 对对对 说一些什么的话 啊不是有个什么什么什么生什么终于有人让你什么我愿意为他什么 愿意为一人而死 哎对对这什么这这个什么类的话 那个 什么什么 对差不多就是这个啊 对 对为了他而死 嗯 也是一句走心的话感人的话 但是我在看在评论区看到很多人说想让欣欣来一个脸颊比心 可以满足吗 呀 啊 哇 哇 看到了吗 我们各位亲爱的网友们 哈哈哈 哈哈哈 满足大家的这个愿望哈 脸颊比心了 那 还有吗 你们其他人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场面或者是台词 有很多但是现在还没播到不想讲出来 那我们就先不说把大家往后看哈 嗯 最后一题如果有机会让你们可以拥有剧中人物的这个技能你们最想拥有哪个技能 我用扁落环可以制造自己的分身的那个技能一个赚钱一个那个在家里面拍得出来拍戏是吧 然后一个周游时间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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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很符合当代年轻人的精神状态一个去打工一个去享福 欣欣呢 欣欣呢 我想要十方的豆包还有他跟我说的PSP可以操控豆包给我做很多事情而且还能出来给我打架 我借给你 借给你 借给你 喜欢豆包 欣欣欣呢 有没有什么想要拥有的技能 想要先兴的长生不老 长生不老 你应该很开心哦 哈哈哈哈 万鹏呢 我还是想要当罗赵燕太有钱了吧 他这出手太扩充了 一下就是家主的感觉享受当家主的感觉 我们刚开始拍的时候就拿了一个大大金给我们 哈哈哈哈 超好贴 超有钱 有钱有钱这个很重要啊 希望大家都能信心发大财 冰河想拥有什么技能 哦 我就想拥有明秀的飞行器吧 就是那个云来时可以带着小伙伴们到出去旅游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有点大哦 哈哈哈上面都很好玩啊 现在别墅大别墅 对 好好好 好 厉杰呢 想要今朝的左眼 哎 想要他的左眼 哈哈哈哈 抠下来给他 哈哈 啊你是想预知未来是吗 对 你看他那个预告片里这样插一睁眼就是能看到很多未来的事情 我觉得很酷很帅 好 那大家也可以去追追剧哈看到他们越多的技能之后呢 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你们想要我拥有哪一些这个你们想心心水的技能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考验一下大家的默契度 我会说出一个问题然后同时会说两个选项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量量组队看一下你们能不能同时的说出同一个选项好吗 首先我们要请请呃今朝跟琪 有一对 请听题 今朝琴琪最重要的地方是热海还是花海请作答 花海 热海 没有没有默契了 来第二个今朝琴琪最重要的信物是小鱼玉佩还是蝴蝶请作答 小鱼玉佩 第三题今朝对琪最喜欢做的动作是摸头沙还是捏脸沙 捏脸沙 默契度还是有的三分之二 但第一个热海跟花海两个人选择不一样为什么 热海吧 今朝选了热海 但琪选了花海 你们原因是什么 怎么叫今朝琴琪是什么意思 你们这个 今朝跟琪的CP名字叫做今朝琴琪 哦 原来我们俩有CP名了 哈哈 来的这么快吧 现在就已经 今朝琴 因为 因为我觉得热海只是在里边距离很重要的东西 但是花海是我们两个之间的那个 就是 有情的那个地方呀 那个粉带 对吧 预告里面有的 嗯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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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许凯还是选择了热海 没有 心里是花海了 这个 变得都是挺快的 就主打一个听劝 立马就改了 这个是 就是 今朝琴琪哈 他们的默契度三分之二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贤青跟赵衍 你们两个要一起作答 请听题 贤青对洛赵燕的印象是可爱还是高冷 请作答 高冷 高冷 你这 你这 跟着 哎 接下来 必须第一时间回答哈 不能拖太久 第二题 给洛赵燕的修为是多少年 二十年还是三十年请作答 不是一半吗 一半吗 一半吗 一半 二三十年 五百年的 对 这不是说的是一半吗 这个里面 对 台词是给了一半 一半的修为 对 好 所以是一半好吧 那那那那这这就过哈 这题我也不说那个二十还是三十了 我们就以一半为主 那第三题 贤青对洛赵燕说的是今晚月色真美还是月亮真美 请回答 月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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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默契度和真之白 恭喜两位 哇 你们这个可以 你们这个默契可以 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看明秀还有十方 你们的默契度啊 鱼十方的机械兽叫什么 刚才说过了 豆包还是豆干 豆包 明秀的个人记事 看见未来还是回到过去 请作答 看见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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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住了 怎么卡住了 看见未来 看见未来 最后一题 明秀 为何生十方的气 包庇素玄还是打击报复 请回答 包庇素玄 勉强 算你们三道题全都回答对 所以这个也是他们的默契程度了 没有想到 三分之二的就是 荆州琴棋 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追剧了 然后看一看 你们的这个心理变化 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剧情触发 好不好 那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环节 就是需要用 我给你们的关键词来造剧 这个你们就可以 自己的脑袋了 看看你们会造出什么样的情境 我们还从许凯开始 三个词是 三年前 乌檐村 抢鸡蛋 请造成一个句子 乌檐村抢鸡蛋 月琪和月晴朝在抢鸡蛋的时候 突然刮来了一阵大风 把他们吹到了三年前的乌檐村 乌檐村 一招棋 好不着急 OK第一招题 通关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星星子 你的三个关键词是 小鱼玉佩 赚钱 还有大打出手 请造句 月琪赚钱 买小鱼玉佩 结果 遇到了坏蛋 和他大打出手 脑补出了画面了 这个也顺利通关 接下来 星伯你的关键词是 钓毛狗 脱发 狼 晕倒 四个词 请造句 钓毛狗 波发贤青 晕倒了之后 变成了 钓毛狗 波发贤青 波发贤青 晕倒了之后 我跟 我跟凯开有一场戏 就是好像就是这个 有个桥段 嗯 嗯 就是钓了一座 毛 嗯 弄下来 看了一下 弄掉了 对 对对对 而且这次你跟凯开 你们俩是二搭 对不对 第二次合作 所以这次再合作 是不是就默契度会非常高了 没有什么需要磨合的地方 对对对 嗯 所以就是我们希望 天谷他演我上次 这次我演的前辈 哈哈哈 对对对对 图图图是要还的 哈哈哈 对对对 好 那接下来万鹏也是四个词 天晴之海 男扮女装 封印还有记忆 请造句 嗯 嗯 嗯 洛宵炎在天晴之海 被解除封印之后 恢复了记忆 发现自己是男扮女装 嗯 可以 接下来 冰可 请听提你的四个字是 落日村 并肩作战 梦里 四个词 请造句 嗯 梦秀 在落日村 和梦里的师父 一起 并肩作战 来 梦秀在落日村 跟梦里的师父 并肩作战 好 那 最后历劫 你的词是 大英雄 机关 跟豆包 请造句 嗯 嗯 梦田 成为大英雄的 十方 那也是他的 机关 机关 熊豆包 跟六边行战队 一起成为一生的好朋友 哦 完美 顺利通关各位 所以 刚才大家其实也是 跟 虽然是造句好 但是还是会有一些这个 剧情 跟大家提前 透露了一下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 好好的来追我们的奇经招 那我们今天呢 奇经招就已经在腾讯视频上线了 那我们的六边行战士呢 大家也看到了 他们在聊戏里 戏外其实都是 非常的这个 呃 有爱 而且我们在剧当中也看到他们的这个团队的凝聚力也非常的强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各位来立一下 flag 就是我们如果这个腾讯战内值 突破两万六的话 各位六边行的战士 会给我们腾讯视频的这些会员朋友们送什么样的礼物 做一些什么 是什么样的事情来给大家送福利 我会为大家送上我的祝福 你你不用那个那个什么什么大法了吗 肥肉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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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给各位公主们仙女们吸一圈 我先我先我先听一下欣欣说 欣欣说 欣欣说 我说了呀 啊 我代替你说了 你代替他说 那你不行 你自己得说一个 对你得说一个 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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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呢 他们有给我就是 我我我我其实呢就是 他们有给我说有一个表演 但我觉得这个一般我一直想说如果我们 起金招播了的话 我要跟给大家表演我和金招一起去钓鱼 看谁钓的更多 PK Vlog怎么样 哦 可以啊 可能有我钓鱼了 你俩去钓鱼 的Vlog 钓鱼 Vlog怎么样 怎么样 可以的话请在 那路上 台下的人都是非常的严肃的说 可以 哈哈哈 我没有说收工早就直接收工早的时候旁边有湖什么地方我们就拿那个房车上拿那个鱼干就去钓鱼了可以那你们就来拍一个这个钓鱼的Vlog来PK一下谁钓的多吧 对我们也有我们有之前的Vlog也有 好 行 对因为我看你在现场也有拿手机记录了很多东西 我觉得也可以捡进来放一些有意思的话去给大家看一看 好吧 那就拜托你的 可以可以可以 啊 接下来 星伯如果我们的站内热度值破2.6的话 什么 凯凯拿了什么 没有我的鱼干 我鱼干成功能在车上 哈哈哈 你就随时准备好要钓鱼了 好 那我们期待一下这个Vlog 呃 辛子说完那 辛伯 辛伯你破2.6的话 你给大家送什么福利 我随大家呗都行 随大家你不是你自己说一个 呃 跳女团舞吧 跳女团舞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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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这个很 呜 我们是不得一起 跳水平满好的肯定 跳个yes ok 什么的 你要穿这有裤子 呜 都可以 都可以 反女团舞 都可以 我可以 大家冲起来 两万六啊 冲起来 大家冲起来 那博哥跟赵岩表演那个 男女团舞同跳 他们俩超人舞 我跳男团舞 男同 班鹏确定吗 男团舞 我不确定 但我可以这么干 反串跳舞 反串跳舞 反串 不反串 不反串 我还是女生跳男团舞 跳男生舞 可以可以可以 对对对 还是个人就是 嗯 那冰可 你的flag 你们的都太太太厉害了 我做个简单一点的好不好 我做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木槿花 我手工制作 然后送给大家 可以播 哦 抽奖 抽奖 可能我们观 我们观众有上亿人 所以 哦 那 世叔帮忙一起做一下 哈哈哈 好 做木槿花 手工制作 那 历杰呢 历杰有什么福利 如果破两万六 这个两万六 我也做一个 做一个 做一个 就是那个 流体熊 就是起手做一个流体熊 送给大家 哦 什么意思 流体熊就是上面 哦 哦 他把那个颜料倒下来 对 他就会形成跟那个属于上面 那个图案 对 就可以跟豆包 对 一起 就是跟大家同在 哦 可以 call back了一下豆包 这个非常有艺术感的 流体熊 好 所以这个 两万六的热度值 我们各位网友朋友们 就靠你们冲起来了 就可以 哎 对 凯凯还没说 徐凯你刚才说 要先听他们讲完 你再说你的 那你 你要送什么 他送上我们剧中的惊喜ost 什么玩意 哈哈哈 对 我看到齐还唱了两首ost 对 他们说你不唱是有心事吗 啊 哈哈 我唱不上剧 我是 呃 我啊 我 我就负责 帮那个 包子他们录那个女团幕 哈哈哈 不要 太没诚意了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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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自己做才行 你不能是帮别人 那我心子一般想一个吧 实在不行 我只能 听心心子的 我也 谢谢 你想一想啊 招严万想个 你鬼蝙子那么多 他不是吸肥肉大法吗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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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今天吸你啊 我跟你讲 那你就参与每个人的六号 哈哈哈 好好好 啊 是是 选哪个呢 你最后定的 我们得得有这个视频为证 哦 那哎 我听心心的心心帮我想一个吧 那我给他选一连串吧 我到时候写一串表演的东西 哈哈哈 完成一下 那就心心你来你来帮他列一个名单 清单 然后他来选一个好不好 打耍石连招好 no problem ok 那就拜托我们的心心子 这个就交给你了 那 对最后最后的最后呢 我们的剧现在正在腾讯视频热播哈 我们还希望我们各位六兵型的这个队友们可以 用剧中的角色再跟所有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网友的安利一下我们的奇襟招好不好 好 嗯 我们从 凯嗨开始 奇襟招 越看越好 哦 看奇襟招 使鸡蛋面更配哦 哦 哦 金箔 好 天天狼腰卫和铁树开花 答案就在奇襟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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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经来报啊 骆家家主女扮男装险些被我们的奇宝贝给盯上 嗯怎么回事 嗯 嗯 好下看来冰可 啊 来奇襟招看直求徒弟狂追禁欲师尊 的 师徒禁忌之恋 哦 期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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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历劫 天下鲁班要您观看奇襟招 嘿嘿 嗯 哇 嘿嘿 非常带入角色 真的很贴脸很贴脸 好的 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非常开心的跟大家度过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那我们也非常非常希望有更多的这个网友呢能够来看我们的奇襟招跟喜欢我们的奇襟招 那不要忘记好在追我们奇襟招的同时呢一定要来玩我们的弹幕好我们的花式弹幕的等着大家来解锁有共鸣术施法弹幕还有鸡蛋面弹幕以及补水弹幕来陪伴双月成长那记得一定要来发弹幕一起加入集结大军每天晚上的18点整来锁定腾讯视频我们不见不散耶 最后请6位我们6边形的战士既然是我们的6边形的战士呢我们要请各位给大家来摆一个6边形你们能通过自己的肢体来摆个6边形吗 6边形 对 这样 对吧 哎 特别棒 来我们保持3秒 3 2 1 3 3 3 4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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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 4 5 5 5 6 5 6 5 6 6 7 6 7 7